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3点会有祭祖仪式 晚上9点将转移至其他地点举办派对狂欢 有知情人透露 因台南美术馆不允许生活 也要避免汤水污染 被抵制后 经过调整协商后 婚礼上的菜肴应该比较偏冷食 应该会在其他地方做好 在摆盘放在婚宴上供宾客享用 有传婚宴将由五星级饭店接手 但饭店受访时不承认也不否认 坚持为新人保密 只等大婚那天全部揭晓 那您期待吗